历经多年的艰难坎坷之后 有体制内人士创办的 炎黄春秋这份杂志走到了尽头 该刊务社长和法人代表杜岛正 今天宣布停刊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前秘书 鲍彤先生来请他谈他的看法 鲍先生你好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来看 也可以当做一个法律问题来看 好的 那么炎黄春秋呢 曾被视为体制内的改革派声音 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次官方主导的人士大变动 是彻底取消了炎黄春秋的边际自主权 也就意味着改革一死 那么鲍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我认为炎黄春秋跟他的挂靠单位 是现在本来有个协议书 这个协议书呢规定就是炎黄春秋编辑部 炎黄春秋杂志它本身有人事自主权 有财务自主权 有编辑自主权 这个呢是双方统一的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呢在中国在法律上应该是有效的 法律上两兆确定的一个协议那是必须执行的 如果不执行那就是先牵涉到一个民事诉讼问题 就是协议不执行 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怎么办 有私会协议的一方应该不应该负责任 就是这么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炎黄春秋呢 因长期刊发反思中共历史错误的文章 而被意识形态部门呢视为眼中钉 中共元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曾经为其提词 为炎黄春秋提词说 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但是为什么在习近平之争下 这本杂志反倒处境日益艰难呢 我想这个问题呢 就牵涉到刚才你跟吴氏先生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信党不信党的问题 我认为信党不信党不重要 问题是党在历史问题上是不是信真 就是说是不是重视真相 谈到历史呢 我认为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真实的历史跟虚假的历史 如果说是真实的历史 那么一是信党 那么就是党也信真 如果说真实的历史不信党 那就是党不信真 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说真实的历史是党所不容许的 那么就是说党本身不信真 那就是整个问题了 好的我们感谢鲍彤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